重要消息用卡提机的兄弟们注意了iOS17.6以及iOS18系统的最新注销bug方法它来了非常简单 首先呢我们要拿出自己正在使用的一个卡提机很多兄弟们都在担心卡提机信号不好 其实主播我只能说我自己在使用的这台机器呢也是一台卡提机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的话它是一个移动的手机卡整体信号的话还行 然后机器呢我们也是刚卡号5G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通用 然后关于本机 运于三锁SAM卡一锁说明呢我们自己用的这台是一台卡提机 现在呢我们打开计算机 可以发现机器它现在是一个无法横平的状态 移动联通卡我们卡完5G之后它就会有消息不推送以及无法横平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我来教你们一个最新的注销bug方法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右滑到资源库 然后点击这个APP资源库 然后 我们找到符号 我们输入两个引号 然后 再输入一个冒号 最后面这个数字呢我们任 输入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比如说你要输入数字或者符号都可以 等它出现这个黑色转圈圈界面 那就说明我们bug问题已经修复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发现 那那个bug问题呢我们已经修复好了是不是非常简单 基本iOS18系统以及以下的系统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修复 消息不推送以及无法横平的bug 是不是非常简单 记得点赞收藏 也许哪天呢 你就用得上